它是用油畫的方式畫水彩 也用水彩方式畫油畫 但是它前面的線條 它是用東方的方法去畫 你看這些陽光下的芒場 這是用刮的方式 一般的樹枝它會受到陽光 所以它樹枝應該是亮的 但是一般用畫的都是畫黑的 很少會畫的亮亮 可是這種就非常像栽培 這也是很像栽培 所以這是用它的原理去畫畫 例如說用刮的 刮出來就很亮 那你幹嘛用畫? 你畫不亮 畫不會像這麼亮 用刮的會這麼亮 刮的方式其實本來就是由畫裡面的一種 它就有點像橡皮擦 你把它擦亮就好了這樣 那因為它這種石頭的厚重感 所以我就會用比較厚的模式 那那邊用比較淡的色 所以水彩油畫混在一起畫 水彩的畫法跟油畫的方法 它是厚重一個是清淡的方法 我們這個畫法沒有拘束任何 沒有說水彩一定要怎麼畫 油畫一定要怎麼畫 西方畫一定要怎麼畫 東方畫一定要怎麼畫 所以才會說 叫做血液 血液的意思就是說 你不用管它像不像 像那個東西你覺得很像對不對 那一張水彩很像 那其實也沒有很細樣 像它沒有很細樣 但是它大概一個多鐘頭就可以把它畫 那我們沒有把重點放在那些 索索碎碎的那些畫得像不像 你看它身上的那些影視 你以為很像 你從鏡頭看很像對不對 其實就是一片一片一片 那我們把重點放在它的表情 眼神啊嘴巴啊那種表情 所以它就會很活 很快就畫完了 而且會很活 一張畫畫太久它就不會活 還會死死 就是很快可以把它那個感覺做出來 像那個邊邊那個故意空白應該也是故意的 對 但是東方繪畫的方式就是要留白 像這裡的這個都是留白 因為我們畫的東西很細膩 如果這個又填滿了的話 就畫面沒有留白 所以我們會適度的去留白 留白有很多趣味 所以它剛剛問我那個亂留這個留白的問題 它有一些基本上的語彙 所以說我們第一個就叫亂畫 就是亂畫 就是亂畫跟小孩子一樣亂畫 第二個就隨機 就是它畫了以後 什麼樣子我們跟著它走 跟小孩子在玩一樣 是先把主題想好嗎 大概有一個主題 但是畫的方法就亂畫 譬如說這一張畫以前先亂噴水 那一般噴水噴得不平均 你畫上去就有一些會暈開 有一些會暈開 然後再隨著那個東西再做 但是大概有一個構想 不會說都沒有 你也可以完全沒有那個構想就是畫 像我畫這十幾張毛就是 就是亂畫 然後再來就是意外 就是保留它的意外 所以其實亂畫的成分很多 但是你說亂畫 但是結果為什麼會比較難畫 因為它有很多方法 譬如說你看這個刮出來就無色 這個刮出來很正 這一刮它下面是藍色下面是綠 這一刮就有藍綠的變化 可是你平常畫一條線就是一條線 它怎麼會有變化 這一刮下來原料會擠到旁邊 它如果下面有紫色 它刮起來是紫色 所以它顏色變化更多 而且刮的東西會發亮 它還會發亮 那留白也是一種 刮出來也是一種 所以這個東西看起來是荷葉田 可是沒有一個很認真的荷葉的樣子 對 那所以它具備了抽象的情況 你可以說這一張畫是抽象畫 可能你掛畫還會掛邊桿 嗯 怎麼看都行 那都不重要 其他就是說整張畫充滿了夏天那個 生氣蓬勃 對 這一張就是畫像早上很優雅的荷葉田 其實荷葉不會是這個顏色 但是我們在畫的人就可以直接把它畫很淡雅 這就是東方會畫的畫 我不會去畫墨內或什麼 我畫的就是東方荷葉 但是我不用畫很像 我只要把幾個主要的點出來 我就知道那是荷葉田 所以這個叫血液啊 像這樣 就混在一起顏色很漂亮就好 而且輕鬆好畫 所以學生一學這種畫法進步很快 他們進步就很快 而且不會跟別人一樣 也不會畫跟別人一樣 因為都是在玩 所以剛剛講那裡面幾個就是 幾乎都是學小孩子畫畫的 所以小孩子看到我的畫 他會說 那是小孩子 他會說我亂畫 對阿 那是亂畫 所以才叫做亂流 而且 他真的亂流 對 因為我都會流 因為這是水彩 你必須讓它有所分的感覺 一般我們畫畫很小心 就會趕快把它擦掉 不用 就流就好 本來是說 他畫畫會亂流 像這句畫都會流 那用髒的噴點 那個都比較不舒服 啊 因為這樣畫 所以很輕鬆 那你太小心地畫畫就不會流 所以他那個 後來也就順其自然 不會特別去把他救成 就順其自然 像這個還故意做這樣亂亂 但是你覺得它不是亂來 你覺得它是很大膽啊 生氣蓬勃 像那個 那個橘色的 那個量是刮出來的 這是先上這個顏色 然後把量刮出來 把暗默 它的量 你上一個橘色 刮掉就是淺橘 再加深一點就是深矩 所以很快這種畫法就可以畫 好像每一處都充滿了驚喜 對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第三個就是意外 連我自己都會覺得意外 畫出來的 別人也會覺得意外 你自己畫出來都會感覺很警叹 對對對 對 非常的耐看 對 那這種 那這種 其實 講實話這個有一點點殘忠 到最後我們還會用一種方法 我們還會用一個方法就是破壞 就是你覺得哪裡呆呆的 你就給它動一下 就是說 你覺得哪裡不好 你就 你就刮它一下 所以幾乎 都是敗筆 但是 沒有敗筆 敗筆 就是 比一筆都是大 但是沒有一筆是敗筆 你有把它補救嗎 因為 我們不是補救 我們用一個破法 譬如說我們覺得哪裡呆 動它一下 讓它不呆就好 自己它像不像 都不在 所以畫會很合 這是它活的原因 不是說 它有什麼特別的技法 譬如說 譬如說這個菊花對不對 我們就把白弄上去 刮一刮刮一刮 它又有油畫的厚重感 但又有東方的那種漸層的感覺 你說很繁雜嗎 其實很簡單 你在一小塊區域看就像抽象 對 而且好銳利 看過鏡頭好銳利 對 不管是小塊 怎麼看都好看 所以這個只要你在每一塊都好看就好 你看那色彩好棒 所以我們教學生畫就是說 如果你的圖在相機看看 但是如果看原畫不好看 那你公益就有問題 為什麼 整體看是 在螢幕上看是整體 可是如果你細部不好看 人家看到原畫的時候 不好看 代表你整體可以 但是你的細部處理有問題 正常是 看原畫 也會很漂亮 不會不漂亮 而且你看像這個 你要留白 這個是淡的 這個加油 這兩邊的顏色又不會一樣 所以這個用了很多畫派的技巧 現代繪畫很多技巧都用上去 了解這個意思 它不只是東方西方 它是現代繪畫有很多立體派 野色派印象派表現派什麼派 很多技巧就直接在那裡上去 但是所以畫法沒有什麼技巧 還有一個 我們會用很鮮豔的顏色 對 我覺得顏色還蠻乾燥 一般油畫的流派 他們就會用到顏色 都按感人感 很長長 但 可是印象派以後 顏色已經沒有那麼長 泛鼓那個顏色都用得非常鮮豔 表現派更鮮艷 所以我們有用一些印象派的方法 色彩蟲 對比啊那些方法 所以不是說亂畫是說 那是比較感性的部分 可是在學習的時候是理性 但是在畫畫的時候又比較感性 這樣了解嗎 學習的時候就很理性 可是畫畫的時候就學位就很快的畫 畫越快越好不要畫太久 畫太久那個畫會呆掉 一定會呆掉 所以像這種畫有時候都是一個多鐘頭 或四十分鐘就把它畫畫 那要一定的功力啊 有一套方法可以 所以一般初學我都會示範一次題 大概怎麼畫怎麼畫 然後他要後續他就指定 我教那個八十八歲的阿婆 他大概二十分鐘可以畫一張畫 二十分鐘 所以教他一些方法 因為他沒有力氣齁 調原料幾原料 所以我們會幫他講好就調好 然後告訴他為什麼要調這個原色 然後他上去畫的時候二十分鐘就 最後一盆畫就畫 畫一張畫不會很難 方法正確齁 像我那個是十張一百號等於一千號 我也是兩個鐘頭畫 這個一般人大概可能要畫兩個月嘛 那外面那個圖五張的那個影片 我也是一個半鐘頭畫 你說如果我一千五百號一個半鐘頭 這個不夠就三十號 三十號而已 可是這個反而要畫一個多鐘頭 這一張也要畫一個多鐘頭 那五張也要畫一個多鐘頭 所以就劉派先生老師你自己自創的 正常這個應該叫協議 只是說這個所謂亂流是說 我統合了一些教學跟畫畫的經驗 那我就因為都是這樣 他們看起來 因為我都叫他們亂畫 那到最後就變成這樣 不是說 其實裡面有些概念也是我們老師講的 但是他比較故意 比較嚴肅 比較嚴格 那我們會比較像小孩子亂畫 就是說他那麼嚴格就比較無趣 可以畫很高的 畫很高的那個藝術的境界 可是學習過程中的比較無聊 太嚴格 所以其實最初學者的原因 他如果假設他要學簡單 比較簡單 那也是 不用 他就學很快 只是邊畫邊著色 不是試試一個百年四年 就亂畫 我們會 那是留個大蓋 有一個大蓋 有一個大蓋 有一個腳本在那裡 有一個大概的腳本 譬如說你要煮一個菜 你總要稍微想一下 你先煮什麼菜 你細顧在那邊 對不對 我們會教他第一個叫做煮皮鮮 你說你要畫這個花 沒有花 如果花是你的煮皮 你花一定有鏡頭 然後瓶子就吃藥 然後被子就一起做 那你不能說旁邊都做好的主題還是做好 這很怪 這很怪 有一個主題然後再進去 對有一個大概的主要 所以主題先畫 但是第二個就是 第二個就是說 會分 會教他們什麼叫做主題 就是畫面上什麼叫主題 為什麼它是主題 譬如說 它對比比較強 它的形狀比較清楚 它在上面花很多時間去畫 它佔的面積很大 有很多理由它是主題 那你因為這個主題 你就得用主題的方式去處理它 那次要的東西 就用次要的方式處理它 你不能主題都不做 一直在處理旁邊這些 像這個平底 你畫這個平底要做什麼 喔對它沒有完成平底 你畫平底要做什麼 你畫的平底 你畫的平底 你就要交代它下面的布 喔喔喔喔 那你不畫就沒事 那你這邊為什麼要塗滿 這邊又沒有東西 那我一定要著顏色 那那個就你這人的事 這樣又可以省原料 啊不用畫 顏色又對比 對 對比會更長 而且 留下來的布 跟白色的 白色的原料是不一樣的 留下來布紋的白 跟白色的原料的效果是不一樣的 它有兩種效果 你看這一塊 你看這一塊 這個 漸層的 刮出來 刮出來 對啊 這一塊 刮出來的東西很輕 沒有皮膚 那你說這一塊我用白 我用顏料去塗上去 有可能塗這樣變成 而且這樣刮出來還有布的紋理 還有布的質感 方法其實很多 不是說沒有方法 但是 切進去很容易 切進去非常容易 那要手呢 等於很快容易畫 你就慢慢再學更精密 再學精密 但是 一般來講 他們在外面學畫 有時候學了好幾年畫不好 但是這一種畫法是 你學了大概一兩個月就可以畫了 但是如果你要更深入的話 那你就要 它有更深入的課題 所以 我的畫法大概有一二十種 光是畫風就可以有一二十種 那 因為我們老師的教法是每天都在創新 那一般外面的畫家 大概就是一個畫風畫十年 畫五年畫十年 你十年後就說 喔這個是他的畫法 沒有改變 如果一個人的畫法 從今天都沒有改變 那其實他昨天就死掉 因為他沒有再改變 他沒有再活下去的 所以如果一個人的想法沒有再精進 其實等於他沒有再 他沒有再進步就對了 他等於今天是算 白活 因為你活在今天 你今天想法沒有 比昨天更 更濃通過更好 那畫法 我們這個畫法會比較像 跟人生有點像 他有點不斷初心 不斷改進 OK 謝謝